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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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哈囉 中文的粉絲們大家好 我是台中總的雅文藥師 換季的時間也到了 大家在整理衣櫃的時候 是不是也要把自己的家庭藥箱 拿來整理一下了呢? 那首先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醫藥箱裡面有什麼東西好了 像第一種最大常見的就是 口服藥 那止痛藥也是我們最常使用的產品 那止痛藥常見的成分有 Aspin R-4P0 Acetaminophen Icyan Phen 還有Ibuprofen 那記得 止痛藥的話呢 口服有很多 外用的貼布啊 凝膠都有很多 在還沒有咨詢醫生以及藥師之前 千萬不要自己擅自病用 那第二大類呢 就是感冒藥 可以根據你自己的症狀而定 如果你有多重的症狀呢 就使用一種的綜合感冒藥 那如果你有單一的發燒、咳嗽、流鼻水 那就選擇單一成分的感冒藥就可以了 那第三大類呢 通常都是腸胃藥 腸胃藥呢通常像是 最主要胃酸過多的 治酸劑啊 消化不良的豬消化劑 以及止蟹藥 那要記得一件事情就是 這些藥品只適合拿來緩解 短期輕微的症狀 如果你的症狀有持續惡化 或者是伴隨發燒、嘔吐的話 一定要立即就醫 避免延誤黃金治療時間 那口腐藥的部分介紹完呢 再來就是外用藥的部分 外用藥呢 吹藏進的就是藥膏 你可以使用像是這種 管效性抗生素的藥膏 可以預防傷口感染 加速傷口癒合 那沖洗傷口用的生理食鹽水呢 可以選擇這種 單次包裝的 比較不會有存放上的問題 那消毒傷口用的藥水呢 可以選擇優點啊 或是白藥水 這個比起雙氧水會來的比較不會 對傷口造成刺激 那介紹完藥品以後啊 我要請大家注意五大重點 第一點就是口服跟外用 一定要清楚標示 並且分隔存放 第二點就是 整個醫藥箱一定要放在家裡 小孩購不到的地方 以及陽光照射不到的地方 第三點就是 所有的外包裝跟 藥品說明書都要保留起來 不要丟棄 以確保藥品的正確使用方法 第四點就是 一定要定期檢查家庭藥箱裡面的 效期啊 存備狀況以及數量 像是換季期間就是很好的整理時機 最後一點就是 所有的藥品只適用於 緩解輕微以及短期的症狀 如果你的症狀有持續惡化 一定要立即就醫 避免延誤你的黃金治療時間 那我今天的介紹就到此結束 如果還有任何問題 可以隨時播打我們24小時的 全方位諮詢服務專線 就會有專業的醫療人員幫你做解答喔 那中榮的粉絲們 我們下次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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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再見